在所有的這些雞蛋的進口過程中 農委會都有一定食藥署的檢驗的SOP 也就是說在逐批檢驗的過程中 發現有問題的立刻銷毀 這個就是我們的SOP 那進來的蛋如果徐曉星還認為有問題 那請問應該如何檢驗 如果徐曉星質疑說 現在的隨機抽查逐批檢驗是有問題的 那難道是要逐科檢驗嗎 因為徐曉星的說法是 因為只有逐批的檢驗沒有逐科的檢驗 所以他懷疑剩下的蛋也有問題 如果徐曉星能夠做到逐科檢驗的話 那我認為徐曉星可以成立個逐科雞蛋園區 他可以當逐科工程師 來逐批的逐科的驗蛋 我想這個方式也只有徐曉星做得到 以現在的技術來講 如果真的要8000萬顆的蛋全部逐科檢驗 或者是確保每一顆蛋都沒有問題 請問應該要如何做到 那徐曉星這邊就說你是被選情逼急了 他現在說你是抹黑 我想徐曉星過去有很多的言論是沒有經過查證的 那大家也都清楚說 包括他說這些蛋會致癌 學者也說確實這些蛋不會有致癌的問題 那如果有問題的蛋也都已經銷毀 也不會流入市面 所以我想徐曉星才是一個沒有證據 但是卻擴大地去抹黑製造恐慌的一個最佳代表 請問一下 谢谢大家